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说我的跟你现在要的东西的关联以外 我用数据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关联 为什么我这么值得你面试我 面对Google全球布局 台湾成为硬体产品研发重镇之一 不断地在台湾加码投资 Google需要哪些人才 征裁标准又是什么呢 Google在台湾的布局 在这几年不只是稳定 而且是加速的变大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台湾的布局 业务方面的话 硬体肯定是一个主要的业务 然后软体 然后还有基础建设 所以有软体工程师 硬体工程师 然后跟刚刚讲基础建设的许多 包括上下游这个供应链 管理的人才 现在的晶片 像我们的新手机里面 就是我们的自制晶片 所以对于晶片的人才要求 和需求也一直在上升 我可以先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面试的四个面向 那这四个面向放出四海皆准 那也希望提供给 就是台湾的有兴趣的人才们 那四大面向里面 第一个讲的不外乎就是说 你在申请某一个职位的时候 要基本工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跟工作职能 本身相关的知识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沟通 沟通逻辑 然后精准的这个沟通能力 这是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呢 其实是领导力 虽然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是 好像挂着一个就是管理 或者是经理的这个指线 最后一个我们的这个面试面向叫做googliness 其实它很特别的是 它讲的是每一个进来google里面的人才 我们希望的是它带来新的活力 所以我们不会要求每一个人都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你需要有自己的特色 而且你愿意讲出来 如果你也向往进入属于全球的跨国幸福企业 人资长将公开履历表中应注意的事项 履历表有几个强烈的建议 或者我们看过最好的履历表 第一它基本上 因为这是一个全球公司 全球布局的公司 它一定要是英文的 英文本身的要求并不是在用字很难 而是用字很精准 第二就是说关联性 我过去的履历洋洋洒洒 但是当中跟你这个公司要的 这个位置的特色的相关性 你要帮我们连起来 第三个部分就是数据化 过去一样洋洋洒洒 除了说我的跟你现在要的东西的关联以外 我用数据告诉你 为什么这么关联 为什么我这么值得 你面试我 如果你进入面试关卡 面对假设性提问 如何回答来凸显逻辑思考能力 比如说假设一个情境是 你跟其他八个人组成一个小组 去解决一个产品的问题 假设你是当中最知浅的 而且你在这件事情上面没有专业 没有经验 你会怎么去应对 然后思考的过程当中 同时还会再反问 厘清刚刚的假设题 有没有一个leader 还是我们可以自己设计 我们自己决定时程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顾问厘清的问题 把它想象的可能解决方案 有逻辑地讲出来 有自信地讲出来 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回应 顺利进入Google公司后 员工福利 除了广为熟知的硬体设施外 以人为出发点的考量 才是实时体训员工的幸福企业 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我们还是非常以人为本的一个公司 所以人这件事情 对我们看得很重 提供给员工的福利 一般来讲有些非常基本的 比如说身体要健康 所以年度的健检 年度健检不只是cover他自己 也包括他旁边的所谓配偶 进修的补助 其实在公司里面 他的金额是相对的 我们觉得是 我们非常愿意投资的一个部分 因为受到疫情而影响的家人 我需要放下我的手边的工作 陪伴他的时候 我们都有给新的家 看完这支影片 如果你喜欢 动动手指头转发出去 给你的朋友圈 让更多人看到 立刻帮我们按赞分享 订阅开启小铃铛 你的鼓励是我们持续做 更好影片的动力哦